想看啊 来 有请 哇 一组好气派的家具啊 而且真的让我们闻到了淡淡的清香的味道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材质 这个应该是金丝楠的乌木 金丝楠木 可是金丝楠木啊 由于它比较贵重 我们知道一般会做乌串一类 很少有人做这么大的家具的 是的 你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我们是无意当中得到的是一个十几米长的木头 里面都是这满满的这种龙鳞纹 其实它这个看起来像龙鳞 哦 确实很漂亮 清光灿灿的 大家要不要上来看一看 哎 我们选一位代表好了 哦 我看到这个纹路很像段子很漂亮 然后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 有那种很亮的感觉 丝滑的质感是吧 好了 你们两个谢谢 谢谢 谢谢 大家也都来见命过了 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震惊 特别的漂亮 那我们来请王老师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好了 决定 刚才先纠正姑娘说的一个话 姑娘刚才说这是五千年前 这个差的有点玄乎了 那应该是五千万或者几千万年 家有财宝一乡啊 不如乌木半方 它是几千万年前啊 四川地区 特别捐定在四川这个地区啊 发生什么呀 地壳的变动 把这些啊 高大的巨树啊 全部都什么 就可以遮倒 然后啊 埋在地下 或者是什么啊 侵入到啊 湖底 这个水底 这个乌木啊 它是分种类的 第一类是什么呢 是水料 第二类呢 是什么 是土料 又叫黄料 这套家具啊 是什么呢 是黄料的 黄料呢 主要产在呢 四川呢 庐山地区 这个周围 而一般的来讲 北方地区的人啊 喜欢啊 这种黄料 土料 这套东西呢 做的确实是工艺上 非常讲究 你看它那个损某结构 它那个特点 就是说什么呀 岩丝合缝 包括呀 这个长条岸 那个呀 伸缩缝 留的是什么呀 恰到好处 另外一个呀 就是它这个上面的 那个金丝纹 像它这种林纹 这种鱼林纹 或者说龙林纹 或者叫做什么 小龙胆 还有大龙胆 是非常少见的 这件东西啊 把这个小龙胆啊 或者说这龙林纹 比较完美的展现出来了 这种小龙胆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